他们是巴西黑针军事学院的特种兵学院 参加解放军立东大学举办的国际军事项目对抗赛 这些巴西学院将全副武装 和由中国学院组成的参赛队伍激烈决逐 只经过短暂适应性学院的他们 能否在赛场上发挥出真实水平 在一个个艰难课目中 他们又将看到中国军队怎样的面貌 军事计时本期播出 巴西客统兵南京比运纪 感知中国力量军事计时 软子明是解放区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三学员 现在他的任务更加特殊 他又为这些来自巴西的特种兵学员当考翻译 由于解放军理工大学 经常和外军进行交流活动 所以面对这些巴西特种兵学员 圆子明和教员都没觉得 沟通上有什么问题 这些巴西学员来到解放军理工大学 仅仅两天 吸引他们的是这座学校马上就要举行的 经五杯国际军事项目对抗赛 经五杯没两年取经一次 巴西特种兵学员很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了解中国军队 这次比赛吸引了五个国家的二十名外军学员 来到这里进行学习训练和交流的活动 因为有十名学员一起来到中国 所以巴西黑针军事学院的学员组成了一个班 现在是适应性训练 第二天 他们将和由中国多所军校学员组成的另外三十四支队伍一起 进行金五杯的取逐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 以足球王国享誉世界 尽管来自巴西黑针军事学院的这十名特种兵学员都是白种人 但他们在三八五 三八足球的环境中生活 每个人都经历充沛 热情奔赏 你好 看着反正就挺强妄的 可能一波手 各个非常有利 金五杯国际军事项目最抗赛 也无论是认为 各种类型业务 都会参加分较 这种类型的系统 都会参加分较 新五杯国际军事项目最抗赛 包括定向瑞兵 也有很高兴 野外速营 夜间搜索等12个课目 参赛学员每人都将全副武装 负重25公斤以上 在30多个小时内 徒步行军40公斤 这课目刚才练的感觉都没有好 今天一天的学员 他了解了一些关于比赛方面的很多信息 一些规则 对他们取得一个好成绩 他认为是非常重要 2014年12月10日上路10点 金武威国际军事项目对抗赛正式开始 天空正下着小雨 气温接近零度 巴西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气候 年平均气温在16摄氏度以上 现在为了抵御赛场上的寒冷 巴西特种留学员还会把脸忙住 金武杯的第一个比赛课目是定向瑞宇 要求每个参赛班在两个小时之内利用地图和指南针 从大约20平均公里的山地区称为中 尽可能多地找到35个坐标题 巴西参赛班班长罗姆洞是一名大二学生 年龄只有21岁 跟他讲如何快速分工 快速 亏克的 然而比赛一开始 巴西参赛班就找不到出发的方向 在出发以后 他们并没有立刻 从容地进入自己的工作状态 在七点处犹豫了一会儿 迟疑了一会儿 尽管比赛前 罗姆洞和队友们对金武杯参赛地形有一定的了解 但仅凭地图和指南针去寻找坐标点 巴西特种兵学员还是很陌生 经过自己观察 巴西学员终于确定好前进的方向 然而出发后没走多远 巴西特种兵学员就不得不慢了下来 他们有些迷路了 由于地图上显示的地形和所用的比例池 与巴西特种兵学员在国内接触的样子差异很大 所以他们用起来并不习惯 就在巴西特种兵学员继续研究地图的时候 比他们后出发的一组中国学员 从他们身边一跑过去 这让他们更加着急了 坐标点设置得非常隐蔽 大部分在长远没有人经过的灌路丛里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巴西参赛班仅仅找到一个坐标点 但是体能却消耗了不少 跟随巴西参赛班拍摄的一名摄像师 也早已经累得气氛叙叙 跑不动了 由于下雨 道路也是一硬失火 一些迷惑人的假坐标点开始出现 如果参赛学员对假坐标点辨别错误 取下来的就将被扣分了 我能听过他们语气中那种急切的感觉 比赛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他们想要在众多参赛队中拖引而出的话 必须节约时间找到更多的点 定向越野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分钟后 巴西特种名学员先后找到了六个坐标点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尽管巴西特种名学员找到的坐标点数量很少 但如果超过规定时间 之前找到的六个坐标点的成绩也将作废 所以他们要赶紧赏回来 尽管巴西特种名学员在比赛的过程中竭尽全力 但是在35支参赛队伍中 他们的成绩仍然处于倒数第三 刚刚结束定向越野比赛 罗姆罗和队友们还不能休息 他们马上还要进行野外宿赢的比赛 然而刚刚来到中国 巴西学员对金舞杯比赛内容和规则 并没有了解靠彻 所以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好成绩 由于在野外送赢环节表现糟糕 巴西参赛般的成绩一下子排名变了 而在接下来的夜间搜索坑中 他们也没能改变这个落后的局面 八个小时后 金舞杯下半程的比赛还将继续展开 罗姆罗和他的队友们该怎样换出适应比赛呢 他们又会不会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新武器射击 第一次使用中国95式自动步枪的巴西特种兵学员 能够达出好成绩 通过障碍 平时增加的比赛内容 又让巴西特种兵学员遇到怎样的殲忍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巴西特种兵南京鼓舞技 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 天还没亮 野外气温逼着零下 和其他参赛队一样 巴西特种兵学员已经开始清点装备 准备出发了 武器射击科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在金武杯国际军事项目对抗赛中 每一个科目的任务卡都是赛前临时发放的 在没有过多准备的情况下 更能考察出各支参赛队的真实水平 巴西特种兵学员使用的任务卡 特地使用了阴法 给他们准备的时间长一点 考虑到巴西特种兵学员语言不通的实际情况 裁判组专门给他们多预留了时间 然而要想快速准确理解比赛规则 对他们来说仍然没有那么轻松 为了让外军学员更多的了解更多学员 主办方给每名巴西特种兵学员配备 都是火产火器 这是第一次用这个武器 他是不是说第一次用这个枪 他第一次用这个枪 然后他今天周五刚刚训练一次 然后剩下的枪结果还没搞明白 他现在就马上成功了 那你问了这个枪跟他们的枪 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九五式自动步枪 是我军新一代制式突击步枪 它是G-87时候中复研制的第二种小口径步枪 九五式自动步枪的稳定性好 射击精确度高 尽管巴西特种兵学员 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 使用九五式自动步枪的诱定 但是他们对在射击课目取得好成绩 很是期待 我们在战场上战斗 如果说给你一个你不会使用 没用过的武器 你就无法进入投入战斗 那我想不是一名合作军人 轮到巴西特种兵学员上场了 在巴西他们都训练过相同的设计科目 那么这一次他们的设计成绩会打得比较理想吗 设设计科目结束 由于对九五式自动步枪使用的不熟度 巴西特种兵学员的设计成绩 还在所有赛赛队中 尽管设计成绩不尽如人意 但巴西特种兵学员的比赛热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这几名巴西特种兵学员普遍身材高大 身体强壮 果然在随后进行的水上机动 伤员救护等科目中 他们充分发挥了优势 展现出了平时训练的真实属性 这一天的连续行军和比赛 已经进行了将近五个小时 向最后一个比赛课目的地点转场 巴西特种兵学员的体力消耗很大 和一旁经过的中国学员相比 他们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 他们说过 他们感叹中国学员体力真的非常棒 始终是在跑 这个世界高安往前行进 金武北军事项目对抗赛 最后一个课目是通过一系列的障碍 这是第一个障碍 让巴西特种兵学员没有想到的是 比赛时裁判突然增加了内容 按照新的要求 每支参赛队通过建筑物时 都要派出一名队员充当商员 然后要用担架将商员运送到建筑物的对面去 他非常惊讶会有这样一个科目的设置 他们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去 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这个建筑物长6米 进屋的窗口离地面1.5米 出屋的窗口离地面达到了2米 参赛队员要想将商员从窗户排出建筑物 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巴西特种兵学员中 罗姆罗的神奥叫暗 重量救星 由他充当商员 巴西参赛队员将和另一支中国学员参赛队同时起跑 然而刚一开始 同时进行比赛的中国学员就快速通过了障碍 临时增加了 让队员们抬着担架 把商员送到建筑物对面的内容 通过窗口 巴西特种兵学员的动作不敢后面 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着担架 最后的一道道障碍 也并不比过第一个障碍轻松 因为体能消耗过大 在过水平杠时 罗姆罗更是感到特别的困难 所以我准备了两个障碍轻松 所以我准备了两个障碍轻松 队友们的加油和鼓励 最终让罗姆罗坚持了下来 这是他又一次过水平杠时的情景 追着巴西特种兵学员到达中国 经五杯国际军事项目对抗赛的所有科目都已经完成 而这次比赛 尽管巴西特种兵学员的比赛成绩落后于其他中国学员参赛队 但面对同样的任务 同样的艰难 他们不仅对中国军队的训练 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收获了勇意 我们的朋友从罗姆罗坚持了中国军事项目 他们来到中国 参加了这个国际军事项目 所以我认为 任何的结果 我认为 你们都很好 好 你很快 你很强 你很强 我们有 Inform法师范迹的试图 那是非常弱的 因为我们的试图是不同的 所以你很棒 谢谢一下 是的 我觉得的,最最重要的目标 这个舞台 建立 团人之间 建立一朋友 与海外 与吂裸 与飞业 从不同的地方 专业间这一时巴西特种兵学员来到中国的第五天 这也是他们返回巴西的日子 而随着中国军队军事交流的广泛 中外军校学员还将一起经历考验与成果 一条帕米尔高远的死亡城 一只牦牛队上的特殊兵物 四个中业的兵房巡逻 在海拔近五千里的兵山底峰 巡逻队员如何承受巨大的高原反应 在满山石坏的巡逻路上 他们又会经历那些生死考验 军事件时近期播出 骑着牦牛去巡逻